歡迎收看我們的視頻 我是你們的主持 相信明日世界會更好的輝哥 在你欣賞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點讚、關注和分享我們的視頻 你以為你瞭解香港? 你真的瞭解香港? 我都不知道哪裡來的資訊 做了這一期的影片 香港人是有多重國籍 大家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承認雙重國籍 所以中國人也不會有雙重國籍 但是香港除外 大約有三百萬到四百萬人 在持有香港特區護照的同時 還擁有其他國籍和護照 中國有很多名人 比如說 最喜歡質問的就是 你是否中國人? 其實 在法律上 香港人可以是任何種種 膚色 或者是國籍 香港居民 並非全部都擁有中國國籍 有不少其他國籍的人士 持有香港亂九色 居民生分證 所以 並非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家 香港有九萬美國人 當前香港人口有七百五十萬左右 九萬美國人 不多不少 他們擁有美國國籍 和香港居民權 很多人長期在香港發展 好像李小龍 其實是美國出身的美國人 他只是在香港居住了交場的時間 現在在香港比較知名的美國人 有祖然、方太同等等 在香港的街頭 你可以看到有人打著美國的國籍 說明了舉棋的人 可能是認同美國的自由主價值 或者 這個人 可能是美國國民 沒有美國國旗 是很奇怪的 香港有三十萬加拿大人 這個數字 比加拿大有些散分的人口更多 香港 香港 是在加拿大本土代 美國之後 擁有最多加拿大人的地方 統計 數字 說明了 在香港的加拿大 有80% 出身在加拿大 而在加拿大本土代 這個數字 就是80% 在香港加拿大人 主要是九七之後 在香港移民到加拿大 特別 九七之後 可能發現一個流劑兵不太可怕 所以就回流回香港 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其中 比較致命的 有 謝霆鋒 陳奔喜 等等 香港有350萬英國人 香港有一半的人口 是擁有英國護照 當中大約350萬 為香港國民 海外護照 似有人 簡稱 BNO 英國國民海外 是英國國際的一種 但是沒有英國本土的居留權 當時英國國會 有議員突出 BNO 平權法案 所以這350萬人 未來可能會變成 統一的英國公民 香港有超過一半的人口 是來自大陸 從50年代到80年代 中國大陸經歷了各種的織子運動 令到很多大陸人逃往香港 最高峰是三大饑荒後的1962年 曾經達到每天有5000人一個月 逃港的人數是15萬人 大逃港的人數總計有200萬以上 加上後代 大逃港貢獻了當今香港人口超過一半 著名的人民有 馬思聰 曾慶智 黎智英 吳宇森 迪康等等 還有世紀賊王 張子吉 逃港朝 香港的單程性人口迅速增長 單程性是由中國政府簽罰的移民香港政見 根據2002年到2018年的統計 從大陸移民香港的人數 大概是78萬 而單程證實際是從1982年就開始簽罰了 所以 它是香港目前的750萬人口裡 有超過120萬人是大陸移民 而今年 神移民的特點就是 基本上 是不懂得說業語 亦都 亦都 亦都專意融入香港社會 香港人 就用Facebook 新帖 就 看微信 微博 社會 其實是 逐步 這樣 有些司令 香港名稱的由來 在唐朝開始 香港一帶就成冊 牙香樹 又叫 土沉香 是屬於名貴無財 明朝那邊 大量的香雪製品 從香港 經過廣州 運往蘇學 當中 亦都成為了 運送香料的國口 所以 就因此 特命香港 那 英語的Hong Kong 又是怎樣來的呢 大約在181年 英國人 在香港 島登陸 得到 香港居民 陳群的人 當英國人 走過香港 香港村 的時候 記錄了陳文 彈交話 香港的發音 Hong Kong 這個寫法 就稱為香港 全島的名稱 圓庸至今 英國人 還特地 因為它 繪製了 亞群大路徒 在英屬 香港的其他 亞群大路徒 成為了香港的旗幟 香港 離開了中國 有150年 從 141年 清道江年間的南京條約 到了1997年 香港人 在英國人統治之下 長達156年 應該比大多數中國人印象中的時間 還要長一點 156年 還要走開五到七代人 令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這麼接近 西方 香港人 日常的口語交流 都是用中文夾雜英文的 而公眾 書面 就是用英文 商業文書 電子郵件等等 基本上都是英文為主的 香港人 圖拳是愛國的 如果用愛心來都行 香港接受了 200萬逃港的中國人 如果用根錢來都行 2008年 民村大自治 香港民間總官款 達到130億港元 是全國國地官款之最 如果用精神來都行 香港人 連續30年 連年紀念法 是發生在北京的一件事情 今天 天下誰與真風 愛國 是以外做國和日文 兩地分居了150年之後 香港人 依然愛國 你能不能做得到啊 香港人 就做動作了 今天的視頻 來到這裡結束 跟大家 在下一個視頻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